三個字 喔對啦 唉唷 不要刪我好友QWQ波浪符 我抖內讓教主再多客幾單AW6A波浪符 然後恭喜過關波浪符波浪符 比倒太多了啦 好啦講真的啦 這關也是魔王關啊 這關 我永遠過不了惡心啊 感謝湯包包 事前登錄的角色被改條是正常的嗎 事前登錄的角色 你事前登錄是哪個角色啊 我目前還沒有 我事前登錄只用了 就只用黃色那台車用的順手 其他我就沒有零 啊我現在還沒有湊到 我記得我當時是這樣玩的 算了還是不要好了 然後再來是打 打什麼啦 好沒頭緒喔 我覺得這關也很難耶 這關好像後期也是一大堆冰塊耶 沒記錯的話 我們就只能拼那個 那個爆炸的球 在冰塊旁邊 好GG 沒中 GG沒有中 拼這個 拼這個 拼掉 不 對不起 我在城市到底怎麼過這一關 這關真的好難 這關真的好難 而且我記得他那個 對我正要講他加次數的球 給的很少 你卡在哪一關要過三星 還是你 你可以到二星 只是你三星是等級不夠 如果你有把握可以過到二星以上 你就去升等級啊 像我現在每隻角色都是 那關需要我才會去練他 不然 我都不會去 去 去 特地去練一隻角色 你看 後面一大堆箭頭 我不知道給什麼的 都給我那個 欸 兩星的耶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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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莫名其妙 欸 為什麼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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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順喔 1D 什麼 1-4-30 1-2星 每次都差一點 剛剛開技能分不少 欸我沒有 我沒注意 我剛剛看聊天室耶 啊 來你們猜猜看 我 那個 什麼 階級最高的是哪一隻 不是階級啊 不是等級喔 是那個 強化次數 也不是強化 對 應該說階級 最高的是哪一個 兔子的肉球好捏嗎 兔子沒有肉球喔 長輩 前輩啦 不要這樣啦 長輩來了 感謝方緒定 欸成耶 他還成 想吃甜甜的東西喔 來來來來來 來我們吃蜂蜜哈 提亮一下教主 教主真的快沒錢了 我只剩3萬3了 讓我留著一下下吧 加8小鴨 欸 對啦小鴨 我記得是吧 來我們看一下哈 來然後 得分 那個啊 支母家 來喔 要公開囉 我們最高的是 登登 這兩隻 這三隻 多誇張 這個 這個是 大眼仔的女朋友 這個是 唐老鴨的大姊子 這個是一兒 等一下我捉到屁股有點麻 等一下 然後 然後 我就講啊 這隻是真的是抽到加5的 然後這隻是用 4個 4 欸100鑽 就是 欸多少 喔對 我是用100鑽 然後這隻我是抽到兩次 抽到第一次嘛 第二次是加1 然後 加5的話都是用鑽石衝上去的 阿這個的話是用鑽衝上去的 因為我的鑽快過期啊 然後就沒有了 沒有什麼好角色 超純 超慘 轉回 呃 確定 用分數來看一下什麼分數 好像是說最高分嗎 最高分一定麥坤啊 3000捏 還是 同樣子 呃 這個嗎 喔 麥坤 一定 一定都是S角啦 也是有 沒有S角的 你看 你看 奇奇 奇奇跟伊爾 這個就是為了 為了充分數練起來的 阿等一下練大眼仔 怎麼辦我現在猶豫一件事情 就是說 我現在 轉蛋架上面有 轉蛋架上面有 三顆彩球 我本來想說打到剩一顆的時候 再重置 然後再把 再去 那個 叫什麼 圓遊會嗎 不是叫圓遊會嗎 這叫什麼我忘記了 上面這叫什麼我忘記了 喔遊行啦 把遊行再打開 就會再多一個彩球 然後彩球再把裡面的票領出來 也不用齁 彩球等那個好了 因為我的轉蛋 快過期了 我的轉蛋 有一張 剩17小時 快過期了 所以 我在想要放棄 直接用 還是等一下就是有三顆直接用 感謝 什麼舊的不去新的不來 新手你說什麼 進階券四張消失 欸我跟你講 我是到今天才知道 有進階券 進階券有那個 天數 搞不好我之前消失了 也不知道 應該吧 我不知道他們有防呆 等一下我看到突破群 有人在PO東西 什麼東西 凡凡跟凱蘭嗎 撞起來撞起來 欸我跟你講 如果你們有麥坤的話 有麥坤的話 你們看要不要就是花進階券 跟鑽石把他升起來吧 我覺得麥坤你升上去 他是減少那個消耗的 麥坤 其他啟動的技能啦 所需消耗的會變少 等一下兔子咪我 我 沒有沒有沒事沒事 兔子在關心我 關心我的身體健康 那個沙斯堪露雄 嗯 可以 不是不是不是他是關心 因為他身邊有人 身體出問題 叫我去健康檢查 喔 喔 欸怎麼辦啊 我現在241轉 但是 我要怎麼 我 至少要賺到260轉啊 這樣我才能 明天的10 那個 10轉一抽 再加上我想要再來一次5抽 10抽 反心記得做影片不要做到太晚 還是要休息喔 我知道啊 可是我最近 要開始 又要開始 日夜顛倒 因為 天氣又開始熱了 所以 我要開始日夜顛倒 就是晚上 工作 白天睡覺了 白天我家 真的 會死人 今天就已經 41度了 好啦我們來 鑽鑽鑽石吧 還是得面對他 來吧 打過這個 就加3顆鑽石 欸不對啊 我們拓關卡也有加喔 那等一下拓關卡吧 欸 好像真的可以開到10點 玩這款遊戲 好好好 太棒了 好好好 而且不是我故意不開聲音喔 是 是 有了欸 太好了 剛剛還沒有 喔現在有聲音好多了 不會無聊了 不孤單 有你有我 這樣子 關心我問一下 我家的兔兔不吃飼料怎麼辦 呃 兩個原因 一 他挑食 二 他 需要看醫生 就是說 呃 他可能 生病了 所以才會不吃飼料 欸應該說 你給他吃 草 吃其他東西他會吃的話 然後飼料不吃的話 那表示只是挑食 如果他連木草啊 飼料點心都不吃 那你要趕快帶去看醫生 因為 看看要不要改草料 呃你真的怕兔子挑食的話 你可以先買4吃包 就是10塊50塊那種 先買回家吃 然後 他會吃的時候你再買 像我們家這隻 他會挑食 所以常常都是買4吃包 看他會吃就 就決定是買這個這樣子 然後先講一下 兔子是會很 因為兔子不會叫 然後 他就又很會忍耐 等到 你知道就像癌症那樣子 你已經你發現時候 已經來不及了 所以 所以 所以就看啦 如果你是 只是挑食的話 那只是小食 那就是怕說 主要怕說 就是生病 可以改飼料啊 那麽 就是 那麽 就 你 可是貓會叫吧 貓不舒服會 應該看個性啦 因為工作室的貓叫得很開心 尤其是那個Yulu Yulu是 好笑 我又怎樣了啦 這關好棒喔 一直有那個加技能的 左下角黃色那一個 他是加技能的 不通 對呀不衝 就貓是生病不會讓你知道他生病 喔是這樣子嗎 我不知道耶 而且我真的對貓是名義的耶 就是比如說有動物排行吧 貓啊狗啊 兔子啊鸚鵡啊 我應該就是 兔子大於狗等於鸚鵡 大那個大於貓 反正就是貓應該就是永遠排最後一位的 我真的對貓真的是還好 然後常常會看到所有人說沒有貓征服不了的人類 我說不我就是那個特例 我真的覺得貓還好 你們都說貓很白目很白目 那是因為你們沒養過鸚鵡好嗎 貓跟狗知道自己會過世什麼 呃 我們家的狗有一隻是已經過世了 啊幹嘛射這隻 啊幹嘛射這發 我們家那隻狗快過世的時候 牠會來 討拍 討拍啊就是要走的時候就是會來 蹭一下 可能就是最後一次的這樣子 最後一次道別了 那時候我就跟我家人說 牠真的快不行了 因為牠已經 當時很早很早以前 我就跟我爸說 趕快帶牠去結紮 我說狗不結紮不行 你沒有讓牠生 你不結紮牠會死很快 牠說不會啦 牠就說不會啦養這麼久了之類的 結果走了 原因是什麼 子宮蓄膿 就是因為沒有結紮 沒有要生小孩 沒去結紮的話 牠們子宮會蓄膿 啊我的聊天室又壞掉了 然後子宮蓄膿之後就是 牠的子宮已經腫脹到 一般子宮的五倍大 那時候一切開 因為他那時候就是快走了 然後後來醫生就說他子宮蓄膿 唉唷前剩欸 子宮蓄膿需要切開 然後一切完之後他就是很虛弱 那再來就是 呃 開 那個手術完的兩三天之後 醫生通知說可以帶回家了 可是帶回家之後 他就整個很軟灘 動不了 啊 隔天又帶去給醫生看 醫生說 那不然就掉點滴 隔天就好了 結果 那天是我上班 順路帶他去看醫生 然後看完的下午 就通知我說 你們家的狗已經走了 這樣 這樣